消息說新增一宗新冠病毒確診 患者是一個住在深水埗匯廁的印用 匯廁5A和5B座居民需要強制檢測 消息說患者27日前由印尼抵港 完成檢疫後到僱主位於匯廁的住所 及後經強制檢測發現初步確診 據了解患者CT值高達38 即是病毒量低 需要做抗體測試去確定是否輸入病例 當局將匯廁5A和5B座納入強制檢測 即在港鐵南槍站對開的流動採樣站中午起運作